别以为你戴着假发 我就认不出来你了 黑店 凭什么关我 告诉你 你别过来啊 你 你别过来 你这个通缉犯 谁通缉犯啊 我警告你啊 你怎么说 你还报警啊 我报警啊 你报警 你报什么警啊 你这个通缉犯啊 我 我这么年轻 有为英俊 潇洒 绣发 浓密 我跟这个秃头的通缉犯像吗 你自己看看哪儿像 看不清是吧 来 放大点 放大点看就知道了 等一下啊 我叫许伯远 他叫许伯远吗 我是一个善良的网民 我一不犯法 二不拖欠网费 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们 说到网费啊 我们这儿有点消费条目 想跟许先生核对核对 你说 二楼YP包金 两小时上机畅玩 总共五十元没凑完 那两 可以 我在吧台压了一百元的现金 没超时也没超之 这对吧 消费中损坏二楼门锁一把 价值一百三十元 可以 我损坏的 我赔 我们新鲜网吧 整个门锁都是统一配置的 要换就得全网吧上下一起换 嗯 总共十三分 价值一千三百元 怎么就都得换啊 对了 你刚才和老板下楼梯的时候 不小心砸碎了这里的花瓶 这花瓶倒是不贵 但是 里面的水啊 泼到了旁边的插座上 现在 整个一楼的电路 都烧了 哪儿有啊 这 哪儿烧了 我跟你说 换店 导致我们网咖 无法正常营业 损失相当严重 这个你别骗我啊 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在门口看见了 你们今天没有营业 现在 开始营业 我 其实我们网咖 平时客流量比较大 半天流水 怎么也有 二三四五万吧 给你打折吧 就算三点五万吧 扣除押金 总计三万六千五百五十元 打完折 三万五 刷卡二千天 什么呀 别忽悠我啊 不过 你要是愿意做公底站也行 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的 站队经理人 你应该知道 执照那个执照怎么扣吧 能喝啊 你 你 你怎么 你 你是 君莫孝吗 聪明 真的是你啊 我一直都在 你 你 你 是你啊 你就是君莫孝 那你 怎么知道我是兰河的 兰云里最聪明的除了余文中 就属你了 那 我们老板 就交给你一款了 加油 兰河 我 真是越来越会算账了 真是我大神 越来越像我 这么清新脱俗的人生 线上线下完全一致 果然是兰河 大神你说那个 老板是 那 老板是 我反被套路了 我是来刺探的 怎么能教课呢 不行 不行 怎么样 蓝老师 可以开始了吗 叶秋啊 是这样 你虽然是大神 但是有些事情 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我来到这个城市 是出差来了 我能来到这个网吧 纯属之巧合 我能碰到你 更是巧合 而且 我还有自己 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理解 我有一个准备了 非常久的会议 太重要了 我可能马上就得去一下 多久 一个小时 好 去吧 别演了 要讲课吧 快去吧 去 好 电竞是互联网和体育的最佳结合体 电竞比赛 现在已经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体育比赛 也成功地列入了亚运会的比赛项目 那么战队 就是电竞行业的支柱之一 一个战队要想长久地运营下去 合理完善的运营机制必不可少 那么合理完善的运营机制 首先关系到资金的运转 好 荣耀工会 是电竞战队的重要支撑 战队的发展离不开工会的骨结 所以说工会的良性发展是一个战队的重要支撑 像你们这种新成立的工会 最需要注意 真乖巧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认真学习的良长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喜欢套路的人 你们这些玩儿套路的心真早 做辅导 心真大 状态 对了 你要学会在荣耀中进行人员招募 这种会员的忠诚度是最高的 这也是工会后期发展建设中的精英会员 是工会的护卫军 还有 群管理员非常关键 群管理员 并不是说哪位成员在群里表现活跃 能带动群的气氛都适合 群管理员应该选择热爱工会 责任心强 有一定管理能力 特别是 会协调工会成员之间的矛盾 成为整个工会正常运转的红绿灯润剂体人 最重要的是 你得学会治理目标宗臣 会员治理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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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也不打成招呼啊 秦 乔 是 我 不打成招呼 高手兄 我 我着急开会我先走了 老板交得怎么样 高手兄 我真的是尽力了 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就算把兰希格送给他了